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可以注意到在外岛地区现在空气品质是普通 台湾本岛部分整个西半部地区在黄色的部分算普通 到了有点橘色的部分算比较不良 那到了深橘色的部分就已经算是不良了 到了红色或紫色那就非常不良 目前在中部以南从彰化以南到屏东以北这一段的西半部地区 因为我们的风向吹着偏着东风的关系 这个区块属于被封面 风速偏小 所以我们自己的污染物没办法排放到海面上 所以空气品质在中部以南都偏差 尤其到了傍晚五点钟的时候是最差的 所以你等一下傍晚说要下课要下班的朋友 要特别注意中部以南空气品质差 中部以北北也是又在普通 傍晚以后空气品质还会再差一些 那我们再来就看一下整个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面先来注意到北方 有一个封面云带很明显 这个云带在昨天的时候在河南 在湖南这些地方 都有造成雷雨的现象 但整个云系的发展主要是在长江以北 今天晚上这个云带就会从我们北方海面通过 接着来看到地面天气图了 北方的冷高压将要下来了 明天带进来微弱的东北风 明天南来北往要注意 往北走天气明显的偏凉 明天一大早的低温就是明天中午的高温 温度完全上不去 到草原以南的话中午温度算舒适 所以南来北往温差大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温度的状况 北部地区今晚的温度17 8度 明天白天的高温上不去 正明天中午的高温 可以看到很明显的 中部地区日夜温差明显 南部地区还是中午暖 东半部的云亮多 东北角有雨 歪岛地区夜晚了 还是提醒大家晚上局部物 行车要注意 我是戴立冈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参照 不同 Apart 参照 参照